萧婷生下线了,小皇帝的表现也让人欣慰,虽然人在高位,有诸多身不由己,但依然是个好孩子萧婷生去世的消息传来,虽然身边有母后,朝臣,太监,但是小皇帝还是忍不住流眼泪,拿袖着遮面拒绝了母后的手舰,在寻守府的紧逼之下,迫不得已处罚庭京,解放长林,之后小皇帝潜丧众人,一个人失声痛哭,而他的母后还不满足,真敢尽杀绝杀害庭京, 之后你哭都没地方哭,而后,小皇帝亲自续长林王府,并下队调宴在古代皇帝亲调宴做多件,一般只是派人代表皇帝,调宴宣读纪文,小皇帝起身后可怜巴巴的叫着平津,在小皇帝心中,平津哥哥永远是他最喜欢的哥哥,小皇帝问平津是不是不回来了,他想告诉平津哥哥,也许过两年,我就可以做主了小皇帝,唯一的遗憾就是年岁上小,虽然被先帝,老王爷教导得很好, 但是母亲舅舅,目光短浅,心胸狭暗,如果给小皇帝足够的时间,他应该会成长为像他祖父,父亲那样的一代明君